老丈人被一根柱子压在身上 身为女婿的葛雷伯不但没有帮忙 反而还搬起柱子狠狠地砸在了老丈人的脑袋 看到老丈人还没死透 他又抬起柱子重重地捕了一下 在逃出竞技场后 葛雷伯刚好看到妻子跟瓦里斯在一起 伊利亚连忙问起自己的父亲在哪里 葛雷伯称他逃出来的时候 已经发现老丈人已经被柱子压死 伊利亚瞬间感到无比绝望 不知道他是因为父亲的死而伤心难过 还是因为已经没有人解除他跟葛雷伯的婚姻而绝望 在一旁的瓦里斯也知道不可能再跟伊利亚连异 他也只好尽快逃离这是非之地 伊利亚也只能继续留在葛雷伯身边与王共争 另一边 斯巴达在从竞技场逃出来后 他们带着老黑教官跟克雷斯安全返回了距离 在得知斯巴达他们烧毁了罗马人的竞技场 所有的奴隶都感到高兴万分 但唯独这个金发妹却显得有些失恶 因为那个死在竞技场的决斗是正是他的靠山 而克雷斯终于跟尼维亚再次重逃 经过了这么多的苦难 这对苦命鸳鸯最终走到了一起 此时的老黑教官身受重伤还陷入在昏迷之中 好在这位老者还略懂一点医术 暂时为他保住了性命 随后斯巴达找到甘尼克斯 并邀请他加入到起义军来共同对抗罗马帝国 但是甘尼克斯却认为 他们只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 想要对抗罗马大军根本就是以卵基石 他才不会跟着斯巴达白白去送死 晚上的时候 金发妹主动找到甘尼克斯 他想利用自己的身体 依附在这个强大的男人身上来获取异习之地 但甘尼克斯却当场拒绝了他的勾引 斯巴达拿出地图跟爱立冈商量的下一步行动计划 这次大闹竞技场后 葛雷伯必定会加大力度围剿他们 所以必须要提前布置好战前准备 斯巴达打算在后面的维苏维火山建立岗上 并修建地道和锻造武器 将这里作为一个长期的距离 老者负责帮他们训练弓箭手 斯巴达则去到附近的港口解救奴隶来扩充队伍 就在大家正在密谋的时候 甘尼克斯却突然出现打断了他们 原来他只是想着口酒喝而已 而金发妹在被甘尼克斯拒绝后 他又要找另一名决斗士来当做自己的套山 米拉告诉他地位是要靠自己的双手去争取的 而不是张开大腿就能获取一席之地 经过多天的治疗 老黑教官也从昏迷中醒了过来 甘尼克斯来到他身边表示自己的愧疚之心 但是依然没有得到老黑的原谅 郁闷的甘尼克斯准备离开这里 可却被斯巴达给拦了下来 原来就在刚才 他们攻打港口的地图和金钱全都不见了 这分明是有人想去举报他们来获取奖金和地位 而正好那天甘尼克斯看到了他们手中的地图 于是斯巴达想对他进行搜身检查 但甘尼克斯哪里受得了这窝囊气 他直接扑向斯巴达扭打在了一起